内政部已经开了N次的会议很多年了 那每次都是这样嘛 就是不可以旁听 你看旁听席上面就是看不到的 声音也听不到 那旁听的地方的位置非常的小 那我不知道这样怎么样能达到这个 大家这么关心一些议题 这些都是跟都市计划 跟我们在地的人有非常重大的关系 我们住在那个地方一住 如果不搬的话就 我已经在那住四十几年了 对不对 你们就这样把我们撇开 不让我们了解 不是你至少你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不澄清啊 你至少 至少 至少你这个行听洗要让你打开嘛 对不对 你可以去看一下人家环保署 人家台北市政府 人家是怎么做这个公共议题的讨论吗 你们实在是太落后了吧 然后你又告诉我说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 那我不理解 以前都没有人来说过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上次来看环保的时候 那个是打开的 那个窗帘是打开的 他们至少可以听到看到 对 就有些人是可以被 被通知可以到这里来 对 那 因为人数太众多 所以大部分的乡亲 都是在大礼堂等候的 对 我的报导里面应该还可以找得到 对 我能做的说 那所以我就不懂说 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 接下来您可以做的部分 您可以打电话 问问这件事情 处理了怎么样 那 有问题的话 咱说 我是觉得这样可能 比较拖当 因为 这么多年了 我上次来也没有 也没有造成这么大的轰动 上次我们一说 他就借给我们 网路线 我们就在里面弄 对 就很平和 那 我就不懂说 怎么 过了 是过这么多年 至少有三年了 对 自从我上次来 到现在 至少有三年以上 对 我想 应该是三四年以上 那现在还 台词这么的落后 我简直不敢相信 因为 我有一阵子 我没有出来 跑现场 我都是在 我都是 直接转贴人家的 帮忙转贴这样 散布一些 网路上面的新闻 但是我现在回到这里来 发现你们退步了 之前我们还可以做直播 还可以全程录影 现在搞成这样 我 然后你们的主席 我们上次的情况是 那个 我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主席 问我说 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 那个录影 他说 因为你们会断章取义 我说你问问看 这个同行 这边有一个卫视的 一个是什么记者 我忘了 一个是至少一个是卫视的 他就帮我打包条 他说 好奇宝宝一刀不剪的 从来不剪的 然后那个主席说 一刀不剪 然后问问别的委员说 你们认为他如果 不会把我们扭曲 我们说的话 你们认为 可不可以让他们录影 就这样 我就是这样 过关斩将 如果来的记者是会剪的 也许他就不让他做录影了 可是我是从头录到 我说你可以去看我所有的报道 都是一刀不剪 我从来不剪的 因为其实我也没力气剪 你可以看看我头发吗 很白了 我没有那个力气 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在那 剪你这句话 剪那句话 然后弄成两分钟 所以为什么我的新闻没有上公示的那个公民新闻报 就是因为他们要的是两三分钟的东西 他们要浓缩的东西 对 要经过断章取义以后的东西 不是 问题是你们的主席是这样讲的 我只是复述主席的话 这个跟主观认并不一样 对 我只是告诉你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找出 大家认为重要的 所以我是完整的东西呈现出来 大家去看 对 A讲什么 B讲什么 C讲什么 清清楚楚 我从来不剪 这是我好奇宝宝的报导风格 去上我的网站 每一条都是 honey say 很多个很多个 在搜寻好奇宝宝 公民记者 是不是 关键知识 你用公民记者好奇宝宝 或好奇宝宝 台湾发声 声音的声 台湾发声 不过我的直播 不过我的直播 全部被删 被他 因为我没有付钱 对 因为我们是 做一缸的 我们也没有去 我没有申请 那个 永久账号 所以他把我全部删掉 非常的可惜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直播的部分 直播的地方 全部删掉 但是我的YouTube 还在那里 没关系 我有机会 我会去查查看 了解一下 这是什么 是 因为直播 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因为同时我在播的时候 网络上面 通知在通 我们不可以 从事去修改 除非我 这位 这位 Wolf Jackie Walsh 他是做直播 他是做直播 他是我们的直播 封明记者 那我 我本来也是 他们叫我是直播一姐 但是我现在不做直播 为什么不做直播 因为那个网络 有时候不是那么稳定 常常停了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办法 monitor 他现在状况 所以我现在 都是用录影 因为我觉得这样 我比较 安心 你看我做这么多直播 现在一条都没有 我现在是没有 我有 我有在录 我有在录 对 我有在录 我做的报道 对 对 好 你不要讲话 对 不好意思 好